专业厨师在别人的餐厅都会避免吃药样的地雷食物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美国有个调查结果发现大厨们都非常注意餐厅的定位 店招牌标榜的专长食物会是第一个衡量的标准 所以 1.不要在汉堡餐厅点鸡排 在牛排馆不要点意大利面 2.汤品也要少点 除非是以汤厨名的店 因为很多餐厅对于烹调汤品非常潦草 有时候只是配合套餐的例行公式 把材料都扔进去就老实 3.不点今日特餐 纽约名厨也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安东尼波 跟Antoni Gooden不点今日特餐 Today is special 因为将心比心他猜测同行所用的食材 绝对是厨房进货量最大且已经放最久的 应该不新鲜 4.不点今日利汤 今日利汤 Today is soup 如何 有人认为那根本就是昨天剩下的食材的 再利用新鲜度存疑 5.不点沙拉 因为曾经看到别家餐厅的厨师没有戴卫生手套 就在沙拉餐盘里捏捏白白 6.不点鸡肉 因为你在自己家里就会做的菜 为何去餐厅是呢 7.不点本店特色酒 如果你喝过店家推荐的本店特色酒 Hell's Wine 那就心里有底了 可能店家把店里库存已经很久 品质最差的酒卖给你 或者贪心 酒商给的折扣 不管合不合菜色还卖给你 多少说明了一个餐厅的风格 8.不喝桶装啤酒 还有大厨曾发现 有些餐厅的桶装啤酒酒就龙头从来不清晰 虽然其实很多一般人到了酒吧会选择桶装啤酒 因为在家里喝不到桶装啤酒 还有人以为桶装比较新鲜 9.不喝咖啡机饮品 连带的大厨的观察还是提醒了我们 不清洁的咖啡机与蒸牛奶的锅具的店 应列为拒绝往来户 10.少点加工肉品 少点选加工红肉或点了香肠 火腿腊肉培根之后 就不再使用油落乳养乐多 柠檬汁 法令允许食品制造商添加硝酸盐 防止肉毒感菌滋生 但是硝酸 盐遇到有积酸 卤酸 柠檬酸 苹果酸 酒食酸 就会转换为一种致癌物质亚硝胺 浓茶甜蜜 但这二种人要小心 平常蛋白质摄取不够的人避免吃了高脂肪的肉排 就立刻喝浓茶解腻 因为茶叶的柔酸会与肉类的蛋白质结合 让人类的肠子蠕动变慢 柔酸会让人体蛋白质吸收力变差 素食者要小心浓茶的丹宁会与植物中的非血基质铁结合 进一步阻碍人体吸收铁池